骨子里坏透的人,这些表现很明显,早点远离吧,骨子里坏坏的人,灵魂深处仿佛折服着暗影,表面上看,他是与人为善的,但接触久了就会发现,他对你好是有目的的,你以为遇到了真心带你好的朋友,世界上他对你是处心积虑的利用,这样的人,往往具备一些旁人没有特征,这些特征看似对人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和威胁,却足以让人心生含义, 因此,我们要懂得与之保持距离,以免被其所利用,所伤害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国学 阴阳怪气,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,但在所有的脾气当中,从来没有哪一种是阴阳怪气,阴阳怪气的人,给人的感觉总有说不出来的奇怪,他们常常表面热情,对人也友善,但会时不时的利用语言制造恐慌和混乱, 阴阳怪气的人擅长讽刺,有什么观点和意见,从不只说,利用各种碍事的手段,让人被迫去琢磨,这种人不能接近,其实那些总是阴阳怪气的人,心里都写着一个耸子,也为不敢撕破脸皮当面说,又做不到大气洒脱,这才顾左右而言其他, 在与人交谈时,明报暗点,阴阳怪气,远离阴阳怪气的人,同时也躲开了勾心斗角,人生当洒脱,别让自己去思考太多不必要的事情, 猜疑之心过重,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,小伙子出出茅庐,来到一家公司,恰好认识了另一个刚来的公司的年轻人,两个人正好在一个小组里工作, 由于两个人都是新来的,小伙子对自己这个同事非常关照,从内心把对方当做好朋友, 可是,对方却是一个猜疑心特别重的人,表面上与他称兄道弟,其实内心一直在想,他对我这么好,肯定是有所图,我才不会上当呢, 于是,在一次工作中出现了失误,明白着不是小伙子的责任,但是他这个同事却偷偷向领导打小报告,诬陷说都是他的问题, 看到小伙子受了处分,这个同事在背后非常得意,对于猜疑心重的人,一定不要深交, 因为不管你付出多少真心,都是徒劳无功,甚至最终还会害了自己,这种人就是典型的骨子里坏的人, 他们的阴险之处就是两面三刀,善于以猜疑之心去陷害别人,一旦遇到这样的人,一定要远离,眼神闪烁,心口不易,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一个人的眼神往往能反映出他的内心坏到骨子里的人, 他们的眼神往往是闪烁不定的,让人捉摸不透,他们说话时经常会心口不易,甚至会撒谎,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从一个人的眼睛里,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,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, 一个人的眼神往往能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坏到骨子里的人, 他们的内心往往是阴暗的,充满了邪恶,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会不择手段的欺骗他人,他们的眼神, 往往是闪烁不定的,让人捉摸不透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, 他们说话时总是会转来转去,让人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, 他们还会经常说谎,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,满眼仇恨, 人内心的邪恶因子往往需要一定的因素诱发, 其中最明显的因素就是嫉妒,嫉妒别人太过优秀,打算毁掉对方, 嫉妒别人有车有房,于是在外散播谣言, 似乎只有夺取对方所拥有的一切,才能让自己有所安慰, 但这样的人也是折损自己,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, 安令荣嫉妒甄嬛得宠,羡慕他家世好友学问, 明明甄嬛善一代的,他却与其渐行渐远, 后来成为陷害甄嬛的幕后黑手,然而长期处于嫉妒中的他, 即便打压了甄嬛也并不快乐,做了违背良心的事, 使其每一夜坠坠不安,越是嫉妒别人, 越显示出自身的卑劣,到最后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, 有个词叫做羡慕嫉妒恨, 这其实是人们对于别人美好生活的一种打趣的说法,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,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优秀, 先是羡慕,然后嫉妒,最后是恨, 这样的人是很恐怖的,比如,你赚钱了, 他就觉得你凭什么能赚这么多钱, 心中就会对你产生恨意,甚至会在背后给你搞点小动作, 让你倒霉,他心里就平衡了, 一个心中满是仇恨的人,是很可怕的,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,要去爱身边的人, 而不是去恨别人,今天恨这个, 明天恨那个,后天就可能做出过激的行为, 所以,如果你在生活中碰到见不得别人好, 甚至心中满是仇恨的人,一定要远离, 以爱之名实施的伤害, 有些人更可怕,打着爱的幌子, 干着毁掉别人生活的事, 小区里有个大姐,明知道楼下的男的家暴妻子, 却还故意把这个人介绍给条件不错的女孩, 最后女孩的人生一团糟, 大姐却乐得自在, 这类人就是伪善, 嘴上喊着爱, 心里装的全是恶意, 生活中这种人太多了, 尤其是那些熟人, 亲戚, 打着关心你的旗号, 实际上却是想看你倒霉, 他们以爱为幌子, 推你进火坑, 毁掉你的未来, 这种假借亲情, 友情, 爱情的恶行, 才是最让人防不胜防的, 记住, 遇到这种人, 早点看清, 远离得越快越好, 别让他们的爱毁了你的人生, 总爱闲聊八卦, 生活中, 有一种人非常热衷八卦别人的生活, 如同长蛇妇一般在背后搬弄是非, 无中生有的给别人泼脏水, 人们相聚在一起闲聊很正常, 可如果不懂得分寸, 为了制造一点笑料, 故意抹黑别人的形象, 便试了分寸, 曾看过一则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, 男人为了博取他人的关注, 满足自己一银的癖好, 偷偷拍摄前来拿快递的女生, 然后用女生的照片当微信头像, 进而伪造聊天记录, 男人在微信群里八卦闲聊, 将女人塑造成堕落的不良人士, 编撰的消息传到女人的亲朋好友耳中, 给女人的生活和社交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, 这一类喜欢搬弄是非的人, 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, 他们只知道在背后伤人, 来满足自己可笑的欲望, 可谓是坏到了骨子里, 喜欢制造混乱, 曾世强教授提出过一个观点, 认为世界之所以如此混乱, 是因为人心不够安分, 安分的人会循规蹈矩, 不越界, 不引发纷争, 而不安分的人则相反, 他们常常无底线, 喜欢制造混乱, 似乎唯恐天下不乱, 完全缺乏善良之心, 江湖之所以充满混乱, 人类社会之所以充满纷争, 根本原因在于有太多人心浮动, 没有明确的原则, 这一点可以从小人身上看得一清二楚, 小人要么挑拨离间, 要么尔虞我诈, 从不安分守己, 远离那些不安分的人, 才能保持内心的宁静, 建立妄议, 霍尔巴赫说过, 利益根本不是别的东西, 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视为幸福所必须的东西, 若是以这样的目的去获得自己的利益, 也无可厚非, 毕竟这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, 然而有一些心眼很坏的人, 眼里只剩下利益, 毫无一点感情可言, 原本你以为你们在一起是因为彼此很投缘, 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, 却没想到在对方的心里, 根本没有任何的感情, 现在没有伤害到你, 只不过是还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而已, 一旦有了利益, 你们之间的感情也就没有了, 对方更会毫无顾忌的离开你, 甚至是伤害你, 骨子里坏的人, 眼里全是利益, 不想自己被伤害, 就不要给别人留下任何伤害你的机会, 趁早离开才是最好的方式, 用利益衡量一切, 用利益衡量关系的人, 其内心深处难免有贪得无厌的特点, 眼里只有利益的人必然精于算计, 这类人在算计利益的时候, 会不由自主的把感情也算计进去, 当你发现身边有人用利益衡量一切的时候, 一定不要再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, 也为你无法确定对方会在什么时候, 以什么价钱将你出卖, 在人际关系中, 可以信任的人才能深交, 无法完全信任的人一定要记住交钱切莫延伸, 利益一旦熏心, 这个人的心就黑了, 吸引坏的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太坏, 只是在见到利益之后就会彻底抛弃道义, 建立妄议之徒不可教, 礼貌相待客气远离才是恰当的处理方式, 喜欢左右他人的想法, 我相信你一定遇到过这类型的人, 他们喜欢以自己的经验替别人出谋划策点迷津, 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和策略左右别人的想法, 甚至控制他人的决定, 一旦不被接纳, 会明显的不满, 这类人通常会自恋固执, 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他们, 常常习惯借用这种控制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和优秀, 他们不愿意听到和自己相左的观点和说法, 更不拒绝接受他人的反对或批评, 所以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, 总是表现的强势和不妥协的执拗, 这类人会以自己的认知作为判断对错的标杆, 更会将自己的意识作为行为准则的标准, 由于太过自我, 也太过担心被否定, 他们不仅特别介意别人是不是听从自己的建议和观点, 更会为了让别人符合自己的心意, 会做出一些小动作, 更有甚者会由于无法得逞而心生怨念, 恶意诋毁于贬低, 有些人总以为自己高高在上, 目无一切, 好像自己很了不起, 瞧不起别人, 喜欢捧高踩低, 对别人很挑剔, 总是看不起身边的人, 对别人嗤之以鼻, 说出的一些话尖酸刻薄, 让人听着心里很难受, 就比如说, 你怎么这么蠢,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, 就你这种水平, 还想生日加薪, 你就做梦吧, 他打扮的真土, 好像农村来得完, 他这个妆容真难看, 还不如不化妆了, 他长成那样, 还想去选美, 真是可笑, 两言一句三冬暖, 恶语伤人六月寒, 有些话就像一把利刃, 狠狠地戳中别人的心窝, 血流不止, 疼痛不已, 舔狗和看不起人, 实际上日常生活还有一种人, 特别的厚颜无耻, 爱得舔狗, 算得上一种对感情的杰出放弃, 但是生活上有一些溜絮拍马的会舔男, 有时看见可以说是有点恶心, 例如, 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人, 便溜絮拍马, 特别会讨好, 会舔, 而见到不如自己的人, 一脸的比, 看不起, 讲得好听点, 那就是识人不顺眼, 讲得难听点便是看不起人, 狗眼看人低, 如果一个人显现出了这样的性格特点, 那么一定要断绝来往, 还有一些人, 自以为聪明, 别人都是傻子, 总想着投机取巧, 占人便宜, 这种人特别会算计别人, 与他们相处, 只要涉及到钱财方面的事情, 里外里都是别人吃亏, 他们占便宜, 大家嘴里不说, 心里也都清楚, 谁都不是傻子, 谁还愿意和这种人交往共识啊, 总是把人心往坏的地方想, 有些人他的内心往往会很阴暗, 总是喜欢把人往坏的地方想, 明明别人可能并没有多想, 但是他们总是喜欢在背后揣着别人的心事, 很容易浮想连篇, 可能别人只是多看了他一眼, 就会在心里猜测他对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意见, 可能有些人正好在他路过的时候停止了议论, 他就会觉得别人是在议论他, 他们内心往往会很敏感多疑, 凡事总是喜欢往坏的层面想, 心里一点都不阳光, 很容易曲解别人的意图, 明明有时候别人对你可能就是好心帮助, 但是在你这里却会被无限放大, 觉得别人就是在蔑视你, 可怜你, 看不起你, 那些内心阴暗的人, 他们的心眼往往会很坏, 明明是他们自己心里有鬼, 但是却常常会推到别人身上, 对待这个世界始终充满抱怨, 对待身边的人也总是不能够放下心房, 难以真诚待人, 人前一套背后一刀, 有一种人, 那是特别可怕的, 他们表面上待人善良, 背地里就直接翻脸不认人, 他们口头上说为朋友两肋插刀, 实际上是插朋友两刀, 人前一个样, 人后又是另一个样, 就跟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般, 当然, 像这种表里不一, 口是心非之人, 多半都是江湖当中的老油条, 老江湖做事特别有目的性, 我对你表面上的好, 仅仅是一种伪装罢了, 而我在背后所做的一切, 所表现出来的态度, 才是真实的想法, 我们都认为, 变色龙才是这世间最懂得伪装的生物, 可他们跟人一比, 貌似就真的差远了, 伪装界真正的祖师爷, 并不是变色龙, 恰恰是充满算计之心的人, 人这种生物, 天生就有着善变的特性, 所以他们的承诺和表象都是不可靠的, 就跟披着羊皮的狼一样, 终究是要吃肉的, 笼络人心, 那些总是试图笼络人心的人, 他们常用的伎俩之一, 就是利用甜言蜜语来获得信任, 他们会说, 你真是个好人呢, 或者我很信任你,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表扬, 但经常是用来打探你的底线, 和套取你的信息, 他们可能并不真心这样认为, 而是在利用你对他们的好感, 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, 对于这样的话, 我们要保持警惕, 不要轻易被甜言蜜语所迷惑, 对谁都一副热心肠, 这样的人看似人员很好, 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冷漠无情的人, 他们对待别人总是笑脸相迎, 笑脸相送, 但你一旦真正帮助了他, 他不但不会感激你, 反而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, 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帮助到他, 甚至稍微有一点点怠慢, 他就会记恨你, 对你百般挑剔, 这样的人还有一个特点, 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满足, 无论你给他多少, 他都觉得不够, 所以和这样的人相处, 你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, 否则受伤的一定是你, 毫无同情心和善良可言, 他们对他人的痛苦和困难视而不见, 甚至还会落井下石, 在他们眼中, 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, 别人的死活与他们毫无关系, 我曾经在公园里看到过这样一幕, 一位老人不小心摔倒了, 周围的人都急忙上前帮忙, 但有一个年轻人却在一旁冷嘲热讽, 说老人自己不小心, 还连累别人, 这种冷漠无情的行为, 让我感到十分心寒, 这样的人, 即使他们表面上风光无限, 但内心却是无比丑陋和自私的, 从来不看重诚信, 周易中说, 人之所住者, 信也,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, 往往就看这个人是否有诚信, 一旦拥有了诚信, 就会获得很多人的信任, 也会得到更多人的帮助, 自然就会越走越远, 相反, 心眼坏的人从来不会在意诚信两个字, 反而会认为这是多余的, 凡事都要以利益为先, 比如, 有些人借钱的时候, 信誓旦旦说明了还钱时间, 但是到了之后, 往往不会兑现承诺, 如果你催来催去, 他反而认为你不能把自己当朋友看待, 眼睛里只盯着自己借出去的钱, 可是, 当初你是念疾彼此是朋友, 想着要帮助他的目的, 才将自己不宽裕的钱给了他, 如今反倒被埋怨, 如果你再催下去, 他反而消失不见了, 向你打听别人的丑事, 害人之心不可有, 防人之心不可无,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, 都是因为太过轻信他人, 才招之火的, 比如有些人蓄谋已久, 向他打听其他人的丑事, 而他不以为意, 随后说出, 就酿造了无妄之灾, 小周就是如此, 当初单位的一位同事, 也为私生活出了问题, 而主动辞职, 事后, 另一位同事见小周与前同事关系甚好, 便主动向他打听, 小周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对方, 还命令对方保密, 没想到第二天, 公司就传开了, 大家具惊讶于前同事的所作所为, 也对小周不守秘密的行为表示鄙夷, 从那之后, 小周的人员急转直下, 连工作都受到影响, 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, 有些人向你打听他人的丑事, 本质上就是不怀好意, 真正有素质的人都对他人的琐事闭口不谈, 又怎会如此殷勤呢? 古语有言, 画人画皮难画骨, 知人知面不知心, 有些人, 无论你和他交情有多深, 关系有多好, 他都始终把你当外人, 即使有些时候他伸手帮了你, 也只不过是为了今后还可以利用你, 像以上几种表现的人, 说白了就是骨子里坏, 如果你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, 继续和他往来, 就会成为他的出气筒, 被欺负和利用, 朋友在经不在多, 情远离心眼坏的人, 不值得深交。